很多人可能都很清楚,优秀的人往往都是孤独的,因为他们可能不太喜欢与人接触,更多的时间都在思考。 其实大自然中也是这样的,像动物中的一些王者都是独自的,只和自己的职系在一起,其他动物很难接近,云土意识非常强,当然人和动物还有很大差别的。 但有些人的确是很优秀,而他们也恰恰很喜欢独处,也许他们是在思考,也许他们只是在逃避,很难分清楚,但他们的出色是毋庸置疑的,那我们就来认识下这几个喜欢独处,却很优秀的星座吧。 天蝎座,天蝎好像在生活中是很不合群的,你总是会看到他们独处的样子,所以对于天蝎来讲,可能独处的时候,他们会感觉更舒服一点。 天蝎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思考更多的问题,当然天蝎也很乐意这样做,这让他们更容易取得成功。 摩羯座,摩羯是孤独的,但他们并不怕孤独,他们甚至会很享受这种状态,这可能就是摩羯与众不同的地方。 你如果相约一个摩羯出门,其实是很难的,摩羯很喜欢用这些时间充实自己,这会让他们越来越优秀。 让人不得不佩服,水瓶座,水瓶虽然不害怕沟通,他们也很擅长这件事,但他们也很喜欢一个人待着,水瓶有很多要后人认为是真理的想法。 就是在这些时候想出来的,有些可能的确不那么靠谱,但有些却是很对的。 从古至今,有过很多这样的事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